春寒六俏 踏许寻梅 八位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齐俊 绝而来的舞台 分享多梅背后的心目历程 上期节目 河北邦寺演员好事超 新剧演员张家春顺先亮相 让丫头半成个小姐 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了吗 梅花奖剧目 诗圣度 一曲高亢金月的琴枪 吼出了诗圣悲天敏人的爱国情怀 本期节目 琴枪演员王航 第四次申报 京剧演员唐凯 左股就断在我的脚跟前 日志演员李嘉宜将先后登场 想跨越了一座雪域高原 他们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夺梅故事呢 更多精彩 马上开始 再次欢迎柯依老师的到来 那今天我们昨天来了 就请到了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 八位获奖者代表 一起来踏雪寻梅 来看看我们第31届梅花奖的 时代风采 要说到王航 他是本届15位获奖演员当中 唯一的一位琴枪演员 对 同时也是西北五省 唯一的获奖者 那今天我们也把他请到现场 聊一聊他心目当中的梅花奖 好 各请 王航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琴枪演员王航 欢迎王航 首先要恭喜王航获得第31届梅花奖 那刚才我们也和崔玉老师聊了很长时间 也说到虽然说这朵梅花对你来说 肯定是意义非凡的 但是这也是你第一次参加梅花奖多梅 就获得了这个奖项了 是吗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啊 我是第四次申报 但是现场就也是第一次 第四次申报 第四次申报 第一次才有机会登上这个舞台 对 太难了 六年报了四次 六年报了四次 这个看来它这个梅花奖 还是有名额限制的 对 就是梅花奖的第一个呢 是这个全国各省值自治区 每一个地方呢 最多可以报两名 这样的话呢 每年报上来呢 就是有70名左右了 再加上中职单位啊 解放军啊 70名左右 然后呢 在这些演员中呢 出评 评出17位 所以他竞争呢 还是很激烈的 非常激烈的 王航也是一位 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但是我认为那王航 值得佩服的是呢 虽然呢 那么多次申报 但是他从来没有气轮 最后坚持 对 就是胜利 王航的艺术条件很优越 他最初原来在甘肃时候 我们就认识 对 薛老师就 他的 你早在甘肃 对 甘肃省情绪团 对 我那一夜以后分到那儿 你是怎么走上 秦枪这个道路的 你是哪里人 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是西安人 当时我考上戏校以后 我们全家反对 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唱戏 他说我的内心就是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嘛 我说我又能上台 我能上台 我能给人表演 就父母实在是拧不过我 他本来说你学三个月 他受不了那个苦 自己就回来了 三个月半年 最后父母没办法 说那去学吧 你就学吧 最后毕业以后 我分配到兰州 在兰州工作了有十年 当时我们陈颜院长 把我从甘肃给调回来 他当时很优秀的人才了已经 引进到 引进到 因为我又是西安人 回到家乡了 回到家乡了 守在父母身边了 是 是 是 那现在父母肯定接受了 接受了 以他为骄傲 对 所以这个坚守 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 对 那我们说您带来的这个夺梅戏 是新编历史剧 师生杜甫 这当时怎么会想到 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塑造 其实这部戏对我来说 还是意义非凡的 因为我的师傅李东乔老师 他也是二度梅华奖的获得者 这部戏老师在05年的时候 就排出来了 我接过这部戏 也有六七年的时间 六七年的打磨 当我接过这部戏的时候 就因为我可能达不到老师 他的那种那种舞台的霸气 包括那种功力 当时导演就说你年轻 可以闻戏舞唱 再有一些技巧 吊锚 屁股坐子 圆场 可以再丰富一些 就是把自己的优势 放到这个角色里面 对 因为他这个戏 原来是李东乔老师的代表作 我还看过 那个时候李东乔老师的艺术条件 跟他也不是很一致 另外年龄也不一致 王航有王航的自我的条件 所以这次虽然是一个 他老师的原创剧目 但是这次我认为 是这个王航的重新创作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你觉得他的难点在哪里呢 因为当接到这一部戏的时候 从来没有演过 这么厚重的一个历史人物 又是在咱们中国家喻户晓的 伟大的现实题材的诗人 最大的难点就是 怎样去把这个诗人 从他年轻一直到他老去的 这么一个过程跨越四个行当 因为我的本宫是小声 反倒小声的戏只有一场 就是第一场 就不到十分钟 从第二场开始就是虚声 到那个老声 仓胡子白胡子 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跨度 行当跨度 小声 老声 衰派老声 对 因为是他从声枪 再到身段 到表演 都是要每一次出场都不一样 我觉得他的一个是跨越了 他本身的这种行当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你要技术之外 你要把他那个不同的年龄阶段 他命运变化了嘛 杜胡 他的内心的情怀给演出来 对于他来说一个是挑战行当 一个是挑战这样一个 和他们经常演出的戏剧人物 不一样的大文人 大师圣 还有一个呢 大的悲天悯人情怀的 一个癫痫 这点来说我认为他处理得 很非常好 那崔老师您觉得 王航塑造的杜胡这个形象 跟您心目当中的杜胡形象 是一致的吗 我觉得非常一致 而且是立体化的 他把杜胡的那种情怀 和琴腔和这个戏曲艺术 表演的那种朴素 结合得很好 精神上这是一个大师人 但是在情感和生命历程中 你又能感觉到 这是一个和我们今天人 心心相通的舞台形象 而且我觉得这个戏 也调动了王航 在表演人物 或者说在琴腔表演上面的 一个新的台阶 因为他再也不是说 凭青春靓丽 或者他的嗓音高亢 或者传统唱江的韵味深长 来满足观众的 他是一个人物形象 来满足观众 也拓宽了自己的 这个艺术的从业的道路 对 增强了自己的创造本领 朋友 我觉得对你的文化修养 也进行了很大的提高 因为你要塑造杜甫 这样一个诗圣的形象 首先他的诗 你得把它画成自己的 这部戏里边有杜甫将近18首诗 所以在排这部戏 我最起码 因为杜甫先生 他留下了1000多首 所以起码当时我们要把 我们戏里边所运用到的诗 把它全部要背下来 要首先最起码要理解他 每一句说的这个意思 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很多的小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因为用旋律来背诵古诗词 可能是一种方式方法 对 好多地方现在的戏曲金校园 就不仅仅说是传授戏曲 还有就是用戏曲谱写的古代诗词 用地方戏 就是那个地方的地方戏 谱写的古代诗词 这样小朋友既能够学习了诗词 又能够对家乡的地方戏文化有所了解 而且通过这种歌唱的这种方式 更好记忆 那接下来是不是请王航直攻直令地 给我们带来琴枪中的经典唱端 好的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 我们琴枪的传统戏 《黄鹤楼》 来 掌声欢迎 《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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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喝不喝 urgent 红龙山又发抖 表明子情故讲 又留美国长江 Давай 爱老乡 满湖千元江 有没有悲欢天下 爱江山 爱老乡 爱 大奏拜 年魂 大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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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妻 回来分担心 感谢王航为我们带来的黄色楼 那接下来崔北老师又给我们推荐哪出戏呢 我这次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 就是京剧的武戏人才 不仅仅需要一种技术 而且更需要一种气势 因为京剧它本身的武戏 讲究武戏文唱 一个好的大武生 其实现在来说 在全国来说并不是特别多 我知道了 您要跟我们介绍的是 马超这出戏吧 对 就是湖北省京剧院的武生演员 唐凯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的师父是王平 但是他的这个长靠的武生戏 特别特别好 这次的这个马超给我印象非常深 这个马超是一个极度的展示武生 第一个艺术条件 杂靠的表演 短打的表演 还有一个呢 就是内心悲情和翻打的表演 把这些很强度非常大的武戏 他给集中成了一个 一般演员是不可想象的 难以胜任的 难以胜任的 那说到这儿啊 咱们先来欣赏一下 由湖北省京剧院的武生演员唐凯 为我们带来的马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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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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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任马与父母的报仇 不想 忠辽阳府乍乡之际 此则 安王立臣求救于将去 会同夏侯渊 两款赵去等 立阴外乎 将我妻儿参杀 信息沙翅重为庞的马带 汉 忠 去 折 通风光 人死海绿营养 多穿鼻子天朝傲慢 当沙和他起大奔奔奔 人死海绿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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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从这 Bom 为在这里 Pleas 好 感谢唐凯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今天也请唐凯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梅花奖得奖背后的故事 有请 欢迎唐凯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精彩演员唐凯 仪表堂堂 为什么要拿 刚才介绍的马超这主席来夺美 因为我觉得就是 精彩传统的五声系马超 它的涵盖非常广 它有我们精彩 常靠五声的靠工 我们斗柔转撞和优美的各种身段 走边 还有开打 档子 也涵盖了短打五声的翻打铺跌 它对观众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呈现 让人看了会过瘾 也能体现我们就是精彩五声的一个功力吧 把几出有马超的戏连在一起 这个很难吧 首先从剧本的创作上 应该是很难的 它这个三出戏呢 一个是专历程 一个呢是战机舟 一个呢是战马超 这三出戏呢 都是在精彩五声戏里面呢 非常吃功的 同时呢 你要简单的连续呢 我觉得呢 不是一次创作 只能说是一种连演 但是这次唐凯的戏呢 你能够感觉到 他就之所以叫马超 他就是把马超这个人 他的主要事迹 还有一个前辈五戏的主要的代表作 他给你收集全了 但是他又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 情感命运 包括他这个故事的这个始末原由 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讲述 周龙导演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 用传统系的功法 亲戏的要求 为此我们就是增加了一些文系 比如说马超出征的时候 和母亲依依惜别的感情戏 完了在得到冀州之后 有一点点的骄傲 完了和妻子谈心交心的 一点感情戏 完了我们在递进道 到冀州城下 马超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 就是全都隐蔽了之后 那种悲痛 悲愤 无助 到极致的那种情绪 就是让观众看到一个 更加游血有肉 性格更加饱满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 唐凯这点特别好 技巧很扎实 然后这里边你看有 无声杂铐的时候的 一些脚底下的功夫 干干净净 另一缩缩 翻身 转身 开打 一点不忙不乱 给你印象很深 接下来摔 谁也不能想到 一大鼓声他能摔 你想想那个城下那摔 那都是再摔两棒 最重要的呀 扎着靠的摔 转身的摔 然后呢还有一个 他又有情感 为什么摔 到最后战马超啊 两个人他都改成短打了 改成是肃建议了 对 两个人的那种 跟张飞的两个人的表演 这老师看来就是 你的表演历历在目 都记在心里了 所以也可以说 我这次看的印象最深的 就是马超 就是马超 谢谢 他老师是一个 格外的这个爱惜 我们的舞系演员 那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 崔老师说要 这个对于传统系的 整理改编要修旧如旧 说着你怎么理解的 修旧如旧 既要保持我们传统的框架 就是京剧的这些 城市化的东西 手眼神法 你不能乱来 完了又要有一定的革新 而且让人 观众看完之后 能坐得住 就是不可能说是超越前人 但是说 这出马超会有特色 会让我们看了之后 就是能叫好 也能慢慢地去回味一下 我觉得就可以了 就达到了你对人物的塑造 和理解 对 我们的传统舞系里面 看马超 它一般就是以大戏为主 它没有什么情感的递进 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这次完了之后 就让这个英雄人物 更加地贴近生活 那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 尤其是这么强度 这么高的这种烦难的武功技巧 怎么做到的 在这儿我要特别感谢 我的师父王平先生 因为我这个人 可能不属于那种 特别有毅力的人 就是我在我从事京剧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有过打退堂鼓的时候 我记得我上一次来这儿 应该是12年清京赛的时候来过 但是08年清京赛的时候 我没有入围 我当时就萌生了退役 就因为没有参赛 没有入围 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 哇 清京赛 这是一个京剧五声演员的 这个很崇高的一个荣誉理想 没有进去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希望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 我给我师父王平老师打电话 王平老师就是劝了我 大概两个小时吧 真的是苦口婆心 他说人贵在坚持 不是坚持一天 是你一直坚持下去 他说你要记住天道酬勤 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 大家看得见 而且老天爷看得见 你会有所回报的 他真是这么一点一滴地 坚持下来的 而且到了这次排马超的时候 导演也不是他 但是他在对人物的理解当中 因为王老师也有很多的新编戏 他有他对人物的理解 他都给我了很多的指导 指证 教导 而且像周龙导演 也是在初期排马超的时候 这个剧本开始就是 有一点不服 不太符合可能刚开始细情细理 真是每天拍戏的时候 跟我还有我们单位的祭导杨耕 一点一滴 一次一句慢慢 一个多月抠过出来 我特别感谢这些人 还有我的那些同人们 在排马超的时候 伤了两位武器演员 锁骨就断在我的脚跟前 还有一个脚断了 脑袋上缝了真的 是在出征之前 完了还给我发了很长的一段微信 说这个都到了这会儿了 结果我不能去了 感觉特别遗憾 当时在广州演这个马超的时候 您真的是理解到了 就是老先生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这个戏会越演越害怕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 上台的时候会越来越畏惧 就是你担心动作做不好会受伤 不是 他对自己要求高了 他就觉得怕自己做不到 对 达不到那种效果 会让自己更难受 对 出声牛途才不怕虎呢 越是老演员上台 他其实心里特有谱 但他反而很上心 对 青青赛的时候我们也不怕 但是这次在广州的时候 就是为了怕晚上下午演出 怕自己吃多了不动 就没敢吃饭 一天没吃饭 我早上吃了三个鸡蛋 我觉得我能盯住 但是人到紧张的时候 消耗的体力会比平时快 就是到了可能戏到一半 赶装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眼前已黑 可能跟勒头勒得太紧 有关系 因为你要摔各种技巧 你不能剃头 对 完了之后再加上体力的消耗之后 可能滴血糖犯了 但是我的这些同仁们 就对我是特别大的安慰 在旁边我甚至连谁塞到我嘴里了 我都没有看见 我在赶装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闭着眼睛 就是说他嘴唇神不对 咔一块巧克力就塞我嘴里 那他们就看出来 你当时心里的不是 他们一直就是 所有的演员 就是单位的同仁 还有领导 都是在木条的两侧 而且上去了之后 广州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给力 我们那天演出的时候 票卖得也很好 就是满场 完了之后掌声也是雷动 一到了场上 吃完有那巧克力的加持 再有观众的这些掌声的加持 人一下就又兴奋起来了 最后盯下来了 下来之后才感觉到 真的有很累 而且以后演出 绝对不允许自己 再不吃一点东西 真的又体现出台上台下 大一颗菜的这种团队精神 唐凯回顾上次的这个比赛 觉得达到自己的 最佳的一个状态了吗 没有 还没有达到最好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夺完眉之后 回到湖北 汇报演出了一次 我觉得那次会更加地很好 而且真的感觉不到累了 你关键是因为你演了 你有没有压力了 没有压力 对 当时夺奖的时候 你是为了去夺 对 而且你这是第一次吧 第一次 好像我印象里 她是第一次报 一次就拿到了 那你是个幸运儿啊 我那个确实比较幸运 七星赛的时候也是第一次 七星赛那次我也是幸运 对 你看她还曾经打过退堂鼓 多亏了有老师的这种 鼓励支持教会 才有了我们戏剧舞台上的 未来的这朵梅花 对 要谢谢老师吧 我就非常感谢 但是我后来还问过我的师傅 王平先生 我说您一直让我坚持 您就知道我 就是后来一定能有一点点的进步吗 王平老师就是 他平时也是特别诙谐幽默 对 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会成功 我只是想让你坚持 你看老师 特别幽默风趣的一种表述方式 当然是给你最大的一个鼓励 那借这个机会向你所有的老师们说点什么 我向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深深地聚一步 谢谢你 心怀感恩啊 永远心怀感恩 把一出又一出精彩的代表作 一出又一出的老师传承的鼓子老戏 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这是所有老师最欣慰看到的 对 那今天在久而来的舞台 也要带来一段你的拿手好戏 那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段 我们京剧传统系的喜富山片子 来 掌声欢迎吧 有请他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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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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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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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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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灯黎明 枣头 火天宝 施钦柴明我 欲天霸仙地 前展福山寨 前后 卢志愿 一探福山 一行 扫灭则口 为此去之山口 观其度尽 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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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鞋子 看山口之上高寡人头 不计失货 端乐空 三十天八先帝 一人谈善 命那上此地 八 我与天八先帝 乃生死缓难之交 俺不免今晚金山大谈洞进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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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感谢唐凯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那接下来继续请崔薇老师为我们推荐 我觉得这次的梅花奖的举办地 是在广州 没错 而且广东的乐剧这几年发展特别快 最近我看了一部乐剧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南乐公辞》 其中有一个女主演李嘉宜 李嘉宜 也是这次参赛的一个选手 而且她的表演是文成公主 可以说是在这次的比赛中 题材意义最大的艺术 说到文成公主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在中国的古代应该是唐朝 松赞干部 非常仰慕唐朝的强大 所以就派出了大象 陆东赞 带着这个黄金 珠宝 就来到长安城了 来干嘛呢 来求亲 那这个时候文成公主千里迢迢 远嫁吐蕃 为促进唐波之间的这种友谊和文化交流 以及人民之间的亲密友好 可以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那今天是不是咱们就一起 先来欣赏一下文成公主当中的代表作 好 来 请看 咱们就先来欣赏一下文成公主 一声歌 冬人清浴酒 冬人清浴酒 功夫 最多 Hani 好 冬人清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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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晰 virtual 冬人清浴酒 冬人清浴酒 教我护眼 鼻尖 羊羊 老嫂嫂一大银 为我将药施烟 难忘 兴没门 为我长袖冬山 免兽歌 如水沾马 难忘笑 梦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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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相惊犯意 上片山果 鱼蜜那甜 那羊肉烟 又清火酒来座庆 松油茶热 入口姓金床 牛皮折扑 梦也香热 青山雪峰 只若人长天 多少情热书 被山众 热乱 地乱 山顿重脸 人亦怨 这一方是家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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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手向京都 说出心头怨 中难割舍 借高山雪月 浮轻霸华传 小雪难 老闻诚 我再套过无悔 嫉妙霸 代艺人 遗憾 我心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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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李佳怡 第一位我们带来的梅花奖剧目 乐剧《文成公主》 那今天我们也请她出场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梅花奖背后的故事 有请 来 首先有请嘉怡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乐剧院的 乐剧演员李嘉怡 今天非常地开心 来到《绝儿来了》 和敬爱的崔老师 还有美丽的董老师见面 这普通话真的非常棒 对 为什么咱们会选择《文成公主》 这样一个题材 是专门为了夺梅吗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在2022年 广州乐剧院是为我打造了两部剧目 一部就是传统的 我们经典的名剧《焚香记》 一部就是新编的历史乐剧 《文成公主》 选择《文成公主》是出于一个综合的考虑 因为《文成公主》的故事 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地熟悉 讲述的是《文成公主》 《敬藏和亲》 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去守护汉藏两族的大团结 那其实这是一部具有时代召唤 时代意义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那从艺术的层面来说吧 这是一部大女主剧目 就是能够非常好的 能够展现一个女主的全面性 在里面我从《文成公主》的15岁青春少爱 一直演绎到《文成公主》55岁的那个苍苍的滑发 跨越了40年演绎了《文成公主》的整个一生 从这个行当的变化 还有声音的塑造 身段上的运用 还有这个最重要的内心的丰厚度 来很好地展现这个《文成公主》 那对于我来说挑战很大 因为你饰演一个女主的一生 时间跨度大 那就代表着意味着 对这个演员的难度挑战就更大 我觉得排演《文成公主》 是像跨越了一座雪域高原 特别的不容易 对 就像佳怡自己说到的 靠近《文成公主》 就像跨越了一座雪域高原 那当时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困难 在面对老旦这个行当的时候 我是很痛苦 没有演过 因为我从没有任何基础 在小生小花旦还有刀马旦还有青衣 我觉得都比较能够通过不断地磨练 能够慢慢地自如去掌握 但是在老旦这么大的一段戏 因为老旦的时候 是《文成公主》55岁 回望自己的一生经历了千魔万机 很感慨的 我怎么样去演艺好呢 除了外在的一种城市化的老旦城市的东西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当时在创牌的时候 因为从来没有基础 我有心理压力 有很大的心理包袱 我的包袱来源于什么呢 我觉得老旦他不漂亮 我一直演绎的都是小花旦 青衣 就是很美的角色 闺门旦 那面对老旦的时候 我心理上没过去 所以我就感觉在创牌的时候 进入不了这个状态和角色当中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文成公主 以童岛 童威威导演为首的 一众主创门 童岛对我的不断地启发 示范 帮助 还有欧凯明老师 黎俊生老师 陈玉宏老师 就三位梅花讲演员 四朵梅 就是 助兴捧月 一直地帮托着 然后在跟他们排戏的时候 在对手戏的时候 然后能够碰撞起来 老师又通过我的演绎 去不断地为我注入 这个艺术的养分 我觉得真的非常地感恩 因为这么大的一部剧目 真的是 它能够承载 我们的艺术各方面的 一个综合水平在里面 然后与我自己而言的话 脱了几层皮 但是我也是感觉到 自己通过这部剧目 成长起来 很感谢广州乐剧院 所有的领导 还有兄弟姐妹 还有我们广州市 各部门领导的支持 我希望自己 在霍梅以后 能够积极地去发挥 这个梅花精神 虽然青年演员 影响力是有限的 但是我希望自己 能够以梅花奖 高标准 高要求 来去要求自己 努力地成为一名 守正创新的好演员 这是一个用心 有心的演员 对 而且我觉得 当代的中国戏曲 更应该大力去支持 和发现青年演员 这样的话 我们的戏曲会更有活力 嘉宜是这回 夺梅最小的一位演员 年龄最小的一位演员 我应该是和黄梅戏 圆圆老师是同年的 对 霍梅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是33 再次祝贺李嘉宜 也希望你再接再厉 继续攀登 《乐剧艺术的雪域高原》 谢谢 灯老师 那接下来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 带来一段 广东乐剧的经典剧目 今年我们举办了一个 纪念马洪流派的 一个演出周 那我们就排了一出 崔老师也非常喜欢的 对 《关汉青》 对 《关汉青》 对 他们俩共同演绎的 创造的 根据话剧改编的 蝶双飞 是 来 掌声欢迎 《关汉青》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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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妙花叶 却是金头 吹点燕血 无销用 沙奖 年轻花叶 年轻花叶 这边的一个人 心里有一个人 和你一样的 你也要 我一样的 你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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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散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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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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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